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今天会请到苏青老师呢 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俩都住在外国 都不在国内 所以今天我们要聊一聊就是 住在国外的这些年 我们感受到的文化冲击 或者说是一些在国内的时候 我们没有意识到的事情 好吗 好 然后在这里其实我列了几条 所以就是我自己的感受 我也想问问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 好吗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 什么时候搬到澳大利亚的 我是2017年的年底 将近四年半了 对吧 应该是五年多了吧 数学不好 原来我的数学很好 搬到国外之后我的数学变差了 都怪外国人 对都怪我错 出国以后 你有没有发现中国人的数学很好 难道没 要看你的朋友是什么 看你的朋友质量高不高 不是质量的问题 我觉得看他们做的工作 我有两个朋友是数学专业的 好 但我们如果说的只是一般人 可能就是没有就数学这一方面有太多的了解 所以我我倒是没有觉得 这个人数学为什么这么不好 但是去超市的时候有发现 好 对就是我也是在买东西的时候 去集市或者去超市的时候 发现很简单的数学题 可能只是17加32等于多少 17加32等于51 59 49 49对不起 这样就是比较简单的加法 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 甚至就是小学生的题吧 就是很简 就是可能我们很快就能够口算 或者心算出来 但我发现 像我第一次去的出国是去的泰国 几乎每次买东西 他们都要拿起计算机 在你前面敲半天 而且只是两个数字相加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敲半天 然后最后再告诉你一个数字 我遇到很多次这样的情况 你有吗 可能有 但是我倒是不会想 是不是因为它数学不好 因为如果我卖东西 可能我也会用一下计算机 比较准确 但是在我的理解里 因为你每天都在算这些东西 你应该有这种技能 中国的话 其实不用的人可能更多 对吗 我会说到这点还是 是有依据的 因为我看了一些 比如像数学的课本 还有我跟我一些外国学生聊天 确实就是我们的数学是比较难 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 小学就开始学比较难的数学了 好 那这个就是我要说到的第一点 就是出国后 特别是买东西的时候 我觉得这些数学 就是简单的这些加减法 怎么这么差 然后第二点 我想分享的也是跟买东西有关系 我第一次 像我前面说的 我第一次出国 去的是泰国 然后中国的那本性 一看一买东西就想讲价 然后我记得 我问了价格 对方告诉我一个价格 或者其实他已经写在上面了 然后我还是下意识的 很自然的问了一句 可以便宜一点吗 然后我发现 对方就很用奇怪的眼睛看着我 大概就是为什么 你有这样的经历吗 泰国不可以讲价吗 就是至少在我 我第一次去是11年前了嘛 就他们没有这种习惯的 继续 对啊 所以我刚才分享的情况 你有没有经历过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在出国以前就略有耳闻 就是不可以在国外讲价 所以我没有出国的时候 带着这个习惯 反倒是我有一个中国的朋友告诉我 就是在澳大利亚有的商店 你是可以讲价的 但是讲价的方式有点不一样 就是在中国我们是说 可不可以便宜一点 可不可以再便宜一点 或者抱怨 太贵了 可不可以再便宜一点 但是在澳大利亚这边有一些比较大的店 比如说卖手机 卖苹果电脑的店 我觉得是你可以问他 这个是我可以买的最好的价格吗 好 然后他也算是一种 但是比较委婉 就是他其实是鼓励你讲价的 在这样的店 好的 但为什么是 然后这个店员他会说 你让我看一下我们的系统说什么 所以不是他可以决定的 是系统决定的 明白明白有意思 这个我没有经历过 没有在这样的店里面买东西 买过 但我可以试一下下次 对然后其实我的男朋友 他是英国人 他也不知道这个东西 然后他也觉得不好意思 然后有一次他买一个 一千多块钱的东西 然后他也 我告诉他你一定要问 这是我能买到的最好的价格吗 然后他问了 然后便宜了可能一两百 天啊一两百 打了八折 哦好 是的 是可以问的 好 但是就是在我的经历和理解里 大部分外部 就是大部分国家 似乎都是比较明码标价的 就是多少钱 他写的就是自己觉得 是比较合理的价钱 而且觉得可能消费者能够接受的 然后这个这种买卖就比较简单 嗯嗯 当然就是 后来我慢慢发现的 就是 其实我们总会有这种 再便宜一点的心理 我们总是想花最少的钱 但后来我会 肯定会不好意思 就是问的时候是有点心虚的 嗯 我理解 我觉得现在 你你但凡就是接受了 嗯 不讲价的这种想法以后 就是你反而会觉得 可以讲价的地方 会让你觉得 随时有可能被骗的感觉 你永远觉得这个东西 可以再便宜 对 你买的会怀疑自己买到的 是不是最好的价格 嗯 对对是 嗯 但但我现在 其实我更 更喜欢这种明码标价 就是能买卖直接一点的地方 对 我其实我也不喜欢 就是 去一个地方 然后这个地方没有价格 嗯 哦对对 现在我也是 我会觉得很 很奇怪 或者会让我 怀疑 为什么是这样子 对 因为我会觉得 你为什么不犯价格 对 是因为你想要 你给不同的人 不同的价格吗 对对对 我不喜欢 所以我 我每次都会把价格 说得很清楚 嗯 包括我的课多少钱啊 这种一样的 因为我希望别人也是这样的 清清楚楚的 你要就要 不要就不要 是的 那说到这个 你的学生有没有曾经尝试过跟你讲价 当然 当然 澳大利亚人吗 嗯 不是 不是澳大利亚人 哦好 澳大利亚人 我不记得 嗯 但是我觉得 有讲价习惯的国家的人 会和我讲价 好的 嗯 我曾经也有一个学生这样 就是 那时候我刚开始 我接受了 但是我觉得在未来 我 我觉得 很难说就是了 但我只遇到过一次 就是了 嗯 对 我觉得如果他买很多的课 然后在很短的时间上 我觉得我可以接受 但是如果你上很少的课 那不可以讲价 对 好 好的 来 这是我们我想分享的第二点 就是 呃 第二点就是讲价的问题 然后刚才你说到 我们说到数学的时候嘛 你也提到就是 人 每个人不一样 可能受教育水平 受的教育程度不一样 这也让我想到了 另外一点 就是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 那就是 受教育程度 似乎在中国 我们接触到的 我们身边的朋友 几乎都是上过大学的 对不对 嗯 那在你 你遇到的就是在国外的情况 是怎么样的呢 嗯 我一开始也是觉得 挺吃惊的 而且我是在 去在澳大利亚 学西班牙语的时候 嗯 然后我发现 我有一个同学 他只读到了高中 嗯 对 这当时对我来说 是一个比较大的文化冲击 嗯 然后我问了我这边的中国朋友 我说 在澳大利亚不上大学是很常见的吗 嗯 然后他我记得他跟我说 可能有一半的人不上大学 哦 我不知道这个数字 嗯 我也没看过 嗯 对 不一定是对的 但是我会觉得 哦 在澳大利亚就是上不上大学 什么时候上大学 嗯 上几次大学 嗯 嗯 其实 没有关系 对 不那么重要 而且可能 我也感受到了 在欧美国家的时候 而且这个不会成为 别人衡量你的一个标准 对吧 嗯 那在国内确实如果一个人 首先我们身边就很少 没有上过大学的 其次 我们真的遇到了一个 还是蛮惊讶 要看他 对 这个人没有上过大学 但是他的谈吐又很 这谈吐很得体呀 对 就听起来 哇 你好像受了很多教育 对对 会很惊讶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极端 就是一般如果谈吐 就是比较粗俗 或者是比较一般 比较 一下子就会知道 他并没有受过太多教育 嗯 对 在中国还是挺明显的 我觉得在国外 可能他们就最基础的教育 就可以让大部分的人 都有比较好的修养 我不知道 比较好的 我觉得他们的教育里面 可能更注重的是一些 比如像常识性的东西 像我们都知道 我们以前教育 其实更多的就是 应付考试的那种 应试的教育 对 嗯 所以其实真正 虽然 听起来我们的朋友 都是上过大学 其实这并不能证明什么 并不代表这个人的素养 就会有多么的高 对 嗯 反而是在国外 意识到就是 比如像身边 还是有一些人他们没有上大学 是因为自己选择不上 他们觉得有更好的事情可以做 或者是 对对对 这不是他就是人生那个阶段 想要做的事情 嗯 嗯 我有碰到几个比较有意思的人 嗯 就是 嗯 有一个 他其实 他和我学中文的时候 嗯 他的工作是打扫游泳池 哦 好 嗯 但是他做这个工作 是因为这个工作钱很多 然后也让他有很多自由时间 嗯 他真正想做的是 呃 脱口秀 天啊 好好 一个有脱口秀梦想的清洁工 同时学着中文 对对对对 然后其实 嗯 他和我们没有什么区别 他也上了大学 他只是觉得那个更好玩 嗯 然后打扫游泳池有很多钱 嗯 嗯 这是第一个例子 然后第二个是 嗯 我记得他做的工作是 我想一想啊 Marketing 就是市场方面的 市场营销 嗯 对 嗯 好像 不一定是营销 不是 不是这样的工作 我忘了 嗯 但是他 周末他的爱好是做音乐 哦 嗯 对 所以就是认识挺多这种 你会发现他的 有多重身份 然后这几个身份 真的发竿子打不着 打不着 对 就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嗯 是的 对 像你说的这种情况 在中国就非常少 你拿着一个大学的学位 去打扫卫生 就你可能自己 首先这个人 大部分人不想这么做 其次就是身边的眼光 社会的压力是很大的 对 嗯 确实 我觉得在 就是欧美国家好的地方 就是你选择很多 而且你真的是有选择的自由 不像中国 就是像这种社会 舆论的压力这么大 嗯 嗯 是的 对 说到这一点 让我引到了下一点 我想要分享的 嗯 就是 就是这种舆论的压力 或者是去 评判别人 这件事情 我觉得 像前面所说的 就是中国人真的 从不管是 评判一个人的工作 社会地位 还是今天是外表 我真的都觉得到了一个极致 你有没有比较 嗯 有没有类似这样的例子 或者是经历 就是你可能没有意识到的去 就你在说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没有意识到 其实你正在评判这个人 会 其实让这个人不舒服 但同时呢 其实你只是很中国的 再说一句 就是平时我们会说的话 嗯 这个是个很好的问题 其实我 但是没有人跟我说 你不要 不要评判我 但是我有时候会觉得 其实我心里在评判这个人 嗯 比如说 我觉得我现在还是 会觉得说 比如说我听到一个人说 他是一个科学家 那我会觉得 哇很厉害 你是一个科学家 对不对 嗯 然后如果说我听到一个人 我也不知道什么工作 比较普通 但是你就会觉得说 OK 就是没有什么 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作 对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作 但是会对这种 科学家这样的工作 会觉得 哇 或者说一个人跟我说 他是博士毕业 然后我也会马上就觉得 哇 这个人一定很聪明 嗯 我觉得这是 就是一种反应 我觉得并不代表 比如像受在欧美 欧美的人不这么做 我觉得他们心里面 嗯 因为我们 是一个 就是一个二元的社会嘛 就是我们是一定会有这种的 如果你没 嗯 就是我们的 一个 肯定会有 会做这样的分类的 但是说不说 说出来 不说 不说出来 可能是一种素养 可能是他们接受的教育 就是 你可以有这个想法 但是 如果你说了 会有什么后果 或者你说的代表你的素养 你的教养是不好的 嗯 我觉得有可能 更多的是这方面的 嗯 嗯 可能我会说 比较 呃 正面的 比如说 如果我听到一个人 是博士生 或者我听到一个人 他的工作是科学家 那我会说 哇 听起来很好 嗯 嗯 那 我觉得如果 一个人的工作很普通 或者说他没有上大学 嗯 那可能 可能你心里面会想 哦 OK 你 我不会真的说 但是我会觉得 哦 我为什么那么想 我觉得大家都是差不多的 嗯 好 你说到这一点 让我想到 我第一次到新西兰的时候 那是我第一次到 嗯 欧美国家吧 到 就是 就到比较发达的社会里面 然后有一点让我特别惊讶 惊奇的是 我当时住在一个沙发客 沙发主他家 就是有一个人给我提供的沙发 是一个50岁左右的Kiwi女人 然后有一天他妈妈来看她了 然后我觉得就是 哦 那天我们就在喝咖啡 坐在花园里 然后他俩在聊天 你完全感觉不像是母女 像两个朋友 但有点是有距离的两个朋友 他们拼命的在夸对方 哎呀你今天这个 这个 这个这个妆画的太好了 还有你这个 奥怀是新买的 哇太漂亮了 还有这个花你看 哎呀 跟我上次看的很不一样 就是 一方面你会觉得 他们好像真的很 很感激生活 或者很会赞赏 就是这些美 但另一方面又让我觉得 蛮有距离感的感觉 所以当时我觉得有点迷惑吧 嗯 不知道就是 嗯 我明白 就是他们的模式 到底是怎么样的 嗯 嗯 对我会觉得有时候 如果一个人过于正面积极 比如说他说什么东西都是好的 嗯 他完全不说不好的东西 嗯 你也会觉得 嗯 他真的觉得那些东西是好的吗 还是只是一种说辞 其实这样听起来对我来说是蛮空的 如果因为这样等于没说 嗯 对吗 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感觉 其实我之前有一个学生 嗯 因为他也是他跟我说他有这个习惯 嗯 就是他会专注于好的东西 嗯 他只会说好的东西 嗯 那不好的东西他不会说去抱怨 嗯 但是你的耳朵会一直听到非常正面的东西 嗯 然后有时候你难免会想 嗯 他刚刚说的这些话都是真的吗 嗯 然后我问他我说 如果我只听到这些正面的东西 嗯 那我会怀疑你说的是不是都是真心话 嗯 然后他说是真的 是真的 只是他只说了好的部分 他不说不好的部分 嗯 可能这样的人我不觉得会是一个好的朋友 可能会是一个好的聊天者 嗯 其实我现在觉得还好 嗯 就是真的认识这样的人以后 我觉得还不错啊 我觉得 当然他可以帮助你看到 就是更积极的亮的一面 但我又认为就是 比如说我身边的就是我比较好的朋友 我 也不能说我希望他们有这样的 这样的表现或者素质 但是我很愿意从朋友 在朋友的口中听到负面的评价 负面的反馈 真的吗 真的 因为如果朋友都不对你真诚 我可能 我可能承受不了 哈哈 因为一般的人 基于客套 不太会真的说实话 像只会说一些流于表面的 为了不伤害你 或者基于礼貌等等 我觉得朋友 没有可能是少数为数 你生命中只有这几个可能会真心 表达自己的想法的态度 我觉得我还蛮珍视这些 但其实也不多啊 就是这种反馈不那么 还是蛮稀有的 但是我会很真实 我这个人 我觉得我可能有一点点固执啊 我其实一直觉得每个人真的需要一个成长的过程 我记得我以前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 就是一个小女孩嘛 嗯 然后我每次都是奔奔跳跳去学校 然后我的 我的上司他就说 他非常好 但是他就说 嗯 肃清 嗯 我早上听到你就是那个声音嘛 奔奔跳跳的来学校嘛 然后他他的意思 我知道他是为我好 然后他说啊 我觉得就是如果你做一个老师呢 你应该沉稳一点 已经是老师了 老师的样子 对 然后我 那个 那活吧 我就 觉得 嗯 我不觉得 我觉得老师为什么就要这样呢 嗯嗯嗯 然后 很多年过去了 对不对 现在可能 呃 七年过去了 嗯 我已经不会再奔奔跳跳的走 但是我仍然觉得 那个时候奔奔跳跳是没有问题的 嗯嗯嗯 幼稚又怎么样呢 对对 没有关系啊 我也没有伤害别人 对对 所以我真的不喜欢 嗯嗯 对一个人说 哦你应该这样 嗯嗯嗯 我觉得你你有一天你会明白 嗯嗯嗯嗯 对像你说的这个例子 如果我是那个校长 或者我是你的同事 就是我不会这样跟你说话 我也完全不介意 而且我会认为就是 哎这个老师还跟别的老师很不一样 我会很欣赏 而且我也不会 所以我不会对别人也不愿意听到就是你应该怎样 因为就没有这回事啊 就没有你应该这回事 但是嗯 比如像就任何负面 我觉得我可能会先审视一下 就是他说的立场或者他为什么这么说 这是不是真的 比如像在你说的情况下 我可能也会做一样 我可能甚至会就是怼他 告诉他我是这么想的 而且我不觉得老师应该有一个所谓老师的样子 等等 嗯 那个时候 说实话 在那种情况下 是一个权力的不平衡 嗯 他是我的上司 对特别是在中国 对 所以不是说他真的 他真的要 他对我非常好 他是一个很好的上司 可能他认为是一个好的建议而已 对 他觉得是一个好的建议 我知道他的出发点 但是因为这样的事情让我觉得 我不需要去成为你口中的那个样子 因为你的生活并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没错 嗯 对这个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如果一个人他的生活让我觉得 哇 我也想要和他一样的生活 那他给我的建议 可能我会稍微听一听 哦 嗯 但是大部分人的生活不是我要的生活 嗯 嗯 所以我都不听 哦 我觉得我的生活是最好的 哦 为什么不能 好的 那刚才我们分享了几点就是 生活在国外这些年 我们意识到的外国文化 特别是欧美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差异 如果呢 你们曾经去过中国或者在别的国家生活过 有感受过什么文化冲击的话 也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 再一次谢谢苏清老师 希望下次再合作 好 谢谢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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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